9月1日除了是学生们的开学日 也是姜书颖的生日 这个生日姜书颖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庆祝方式 办个生日诗会 在为你读诗的生日会现场 姜书颖给大家朗读了三首优美的诗歌 第一首诗是给我自己的 第二首诗给朋友 第三首诗送给所有人 姜书颖说道 感性的姜书颖在生日会的全程都也含泪光 在粉丝送祝福的环节 终于忍不住落了泪 被朋友评价 她特别单纯率真 是个二傻子啊 以我偏爱这时光的漏洞为主题的生日读诗会 在一家满是绿色植物的餐厅里去行 和姜书颖的粉丝蔬菜正好契合 因为平时工作也很忙 所以希望生日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和朋友一起度过 选择用读诗这一种方式 是因为我其实是个画牢 平时感悟特别多 但是苦于没有书出口 所以我想用读诗这种方式 把这一年的感悟都分享给大家 姜书颖说 带来了三首诗歌的姜书颖 在朗读第一首诗时 又忍不住眼泛泪光 这首送给自己的诗歌是姜书颖和自己的和解 我是处女座的 带着点完美主义 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总觉得自己这里也不好 那里也不对的 但是后来我渐渐发现 人最应该宽恕的其实是自己